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标准作业程序 学长和教职人员在踏入校园之前都必须接受体温检测 因此各个学校的门口外今早都出现常常人聋 不过学长都有维持秩序 配合校方的检测工作 以携手防止病毒进入校园 即将应考的中午和中六升 今天早上陆续返回校园 率先适应新常态的教学方式 无论是东马或是西马 学校外头都出现排队的人龙 除了早前政府设定的标准罪程序 包括在踏入校园之前需要接受体温检测 课室内也因为只限定容纳20个人 而且所有桌子都保持一公尺的距离 因此在面对师资不足的情况下 一些学校也借用科技的便利来解决问题 例如同个班级的学生个别分配到两到三个不同的课室上课 在同一节课上 教师会使用试讯的方式教学 也就是说教师在其中一间课室上课 而被安排在其他课室上课的同班学生 也能透过投影机同步上课 至于其他年级的学生 因为还没获准返回校园上课 因此这些年级的教师 也在办公室透过试讯的方式远程教学 避免学生的学习进度受到影响 配合考试班今天复课 卫生总监的Dok Nisham呼吁所有学生 必须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以确保新冠病毒不会在校内散播 No Nisham表示 复课指南是由各方在考量学生 和教职人员的安全和卫生因素后制定的 因此学生将在没有任何担心的情况下 更有信心重返校园 No Nisham也建议家长必须时刻提醒孩子 要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包括保持高度个人卫生和安全的社交距离 而家长、学生和教职人员的合作至关重要 No Nisham也透露 大马一共有1712名新冠患者 48岁及以下人士 该年龄组并没有死亡病例 或在交互病房接受治疗 这显示该年龄组的患者 拥有更高的康复率 沙巴传出一起罕见的意外 四名军人昨天在前往执行任务时 一位军用罗里失控 撞上路肩后翻破 量成三死一中伤的悲剧 这起交通意外是在昨天下午1点左右 发生在沙巴兰脑到丹波罗里公路的 纳巴鲁镇的绿水站路段 据了解 该辆军车当时正在这一批弹药 从山打根海军基地前往亚臂海军基地 不料突然失控撞向路肩而翻覆 并且在猛烈的撞击下 几乎变成一堆废铁 车内的三名军人当场死亡 一人则受重伤 蓝脑消整局在接获投报后 立即出动消整队伍 展开拯救行动 将夹在车内的四名军人移出车外 事发后 三名死者的遗体 已经送往亚臂伊丽莎白女皇医院 而受重伤的军人 则被送往蓝脑医院接受治疗 国防部高级部长 Dadosri Ismail Sabri 向死者家属表示慰问 同时 他也已经指示国防部和海军部队 向受害者家属提供援助 以减轻生活负担 由于近日变点医用程式 FaceApp爆红 首相署部长Dadosri Zoukifi 劝请伊斯兰信徒 尤其是年轻一代 不要利用FaceApp 所以更改容验 因为这将导致 穆斯林丧失尊年 Allah ciptakan kita 但其实这将是最好 最好是禁止 由于护护 或是护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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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护护 或是护护 或是护护 祝大家平安健康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